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 开心大刺花组合 很好玩的一个名字 他们的组员分别是张瑞雪 马超 曲俊光 掌声有请 先说大哥吧 我感觉大哥是一个就是那种 思想极为跳跃 而且就是说想法特别多 特别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老大哥 他被我们这次小品创作 可以说立下汉马功劳的 然后马超呢 他可能就是刚一开始的时候 不太能够融入到 我和大哥的这种表演方式当中来 他也自己在不断地去摸索 那后来呢 经过就是祖来老师的点评之后 然后马超突然之间 找到自己的感觉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配合当中 就相当的默契 开心打资话 高效就完萨 呀 哈哈哈哈 咋眼呢 这个讯息演员已经准备完毕 就等您了 啊 你说啥 我这副团演负责面试演员呢 谢谢 不是 我是激动的泪嘴 谢谢 导演呐 你就把这个投资杀的八百万挡挡手 咱们一起加油 啊 哎呦 大哥 没礼貌 导演好 这是我的简历 叫啥名啊 毕超 塞医院家 导演 你误会了 我名字叫毕超 啊 你的名字起的可真毕啊 谢谢导演夸奖 学过表演吗 没学过 不想 虽然我没学过表演 但是我读过很多书 啥书啊 你比方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我这么讲 这不是假象 还什么出你这个人 啊 我还压着没有呢 我加一个 等等等等 导演 我先给你表演一段 动物世界怎么样 猴子刺呢 猴子打车 猴子全包在面 导演 你看 我也是怀揣梦想来的 要不然 你给我出个表演题目吧 那就把你的梦想再穿上 来 出去 那导演 我演一个面试失败 心中的沮丧痛苦 纠结 行 就纠结吧 去吧 纠结吧 导演好 别叫导演 叫哥 大哥好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慧炳 您可以叫我慧炳 或小炳灯腰 那我可以叫你酒菜盒子吗 那叫啥叫啥 那玩意就味道 你这样你妈知道吧 到我了知道吧 猴子生气了 猴子生气了 猴子 导演 纠结 写个表演吗 没有 没学过呀 但是导演 您可以教我呀 对对对 导演 今天呢 我为您准备了一首诗朗诵 我可以为您在这表演一下吗 来 好 导演 你看看我现在走心步 走 非常早 我希望你走的越远越好行吗 接着走啊 好的 导演 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 好 下面 我要为大家带来一段诗朗诵 到 我在等人 人 没来 怎么办呢 继续等 谢谢大家 导演 你觉得我刚才表演的怎么样 太走心了 我妈妈就说我是个天才 你妈说的对呀 导演呢 你来评价一下我刚才表演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离幸福的不归路是越来越近了 来 在上面接着走去啊 想一想 导演 哎 就是你这回再让我演个响 对 来想一下 哎呀 哎呀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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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因为刚才的二提角影响我们的心情好吗 我们继续吧 那接下来 我为您带来一首比较激昂的歌曲 不唱了 不唱了 你刚才这首党就已经将我的心彻底继成了 哎呀 导演 我妈妈就说我是个天才呀 你妈才是天才的 导演 什么玩意儿 我算是想明白了 你俩是在玩我的吗 你才看明白呀 答对了 你的智商得前日了 你啊 还是好好地看看我的病例吧 干爹呀 800万咱不服了 回去给我看病吧 我爸是投资商 他爸还是投资商 你爸爸是个投资商 导演 导演让我等 我就继续等 谢谢三位 谢谢 这是开心大词花 带给我们的效果 大词花的含义是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它的含义 它没说 吃花知道吧 就是没想的编炮 它吃花能吃光芒 能放得长久一些 一想就没了 他也希望我们撒足够就像那个散光一样 能闪得越长就好 是的 谢谢 很好的意义 第一位 谢谢 胡可老师 我觉得瑞雪 你是演了一个 基本上是以美貌来征服导演的这么一个女演员 就是你对导演可能可以更临着零一点 对 然后你对马超的态度可以更强悍一点 这样你两个反差特别大 我觉得那个效果就会更好 现在那个差距有 但是有点少 嗯 谢谢老师 好 好 谢谢 谢谢胡可老师 这个一开始就不要我们等 喜剧最怕就是等 喂 导演 我负责这个面试 我负责了 然后 电话一看 呀 我负责这个面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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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耶 耶 就是 你特别兴奋嘛 所以一开始 如果马上就有一些东西抢眼球的话 一开始就会更精彩 好 谢谢三位评委老师 同时也谢谢三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谢谢 辛苦了 台下搜索休息